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兰希望我来分享一部分关于小米生态链 我尝试着把我们过去两年做的事情简单地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大概是从2013年的下半年开始准备做小米生态链的 这个数字是截止于去年年底的 截止去年年底我们用了两年的时间一共投了55家公司 两年投55家公司是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我们每15天就投一家公司 后来有人开玩笑地说 小米生态链不但是一个生产产品的公司 它还是一个生产公司的公司 这15家公司在过去的两年里呢 已经有20家公司发布了自己的产品 有7家公司年流水过1亿人民币 另外两家公司年流水过10亿人民币 有4家公司是独角兽公司 就是它两年后它的估值超过10亿美金 因为在两年前所有这些公司都是创业公司 我们用两年的时间里把它迅速地孵化成一个中等规模的公司 我觉得这个数字在过去两年里 全球的对创业公司的投资史上来讲 应该是很漂亮的一个数字 我们讲 刚才我说到了 阿森特教我们来看大数字 就是Big Picture 看清一个时代到底是什么样的 两年前 五年前我们做小米的时候是这样看的 两年前我们做生态链的时候也是这样看的 我们讲今天我们看得到互联网大概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移动互联网阶段 在那个时候电脑是电脑 我们用的PC机 电脑普及 那是一个互联网的传统互联网的时代 第二个时代是移动互联网的时代 在移动互联网的时代 手机是电脑 我觉得传统互联网跟移动互联网相比 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呢 我用这个例子告诉大家 传统互联网解决了一个空间问题 就是不管你在中国 在美国 互联网可以解决天涯若比林 你可以下一盘棋 做一件事情在不同的地方 它解决了空间轴 移动互联网解决什么问题呢 移动互联网解决了时间轴的问题 就是当你拿着手机 不管是你今天在会场里 还是你在餐厅上 公交车上 或者坐在马桶上 你随时随地可以拿起手机来上网 它解决了时间问题 所以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时候 我们想所有的问题都要基于 时空关系被打穿这个概念来想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第一个例子 我想举买东西 你要买一件衬衫 假设我看到安迪说 安迪你这个衬衫很漂亮啊 你在哪买的 安迪说我在凡克上买的 我说太好了 我回家也要买一件 你记住在传统互联网时代的时候 当你只有回到家 或者回到办公室才能上网 对不对 但是晚上你回家以后 你这个消费的热情消散掉了 所以这件事就过去了 但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完全不是这样的 我问安迪 你在哪买的 他说在凡克买的 我说太好了 给我个链接 他马上用手机发给我一个链接 我拿手机一看 除了有黑色的还有红色的 我买两件 大家看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因为时空关系就被打穿了 你知道 就是他给商业一巨大的机会 因为在传统互联网时代 刚才我讲这个故事 不存在了 不存在一个商业的行为 我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 大家都玩过电脑游戏 我假设我定义说 在今天中午12点到1点之间 在这个游戏里 所有拥有这个武器的人 他会拥有 这个武器拥有最大的权柱 就是在这个时段里 你用这个武器 这个武器最强大 大家想一想 如果我定义了这件事以后 我能控制什么 我能控制人们上网的峰值 就是在今天中午12点到1点之间 所有这个武器的人 都会马上上网去玩这个游戏 因为在这个时段 它的能力最强 权重最高 不管你在公交车上 坐在马桶上 还是坐在餐桌前 所以这是移动互联网 给我们的一个巨大的解放 就是它的时空关系被打穿了 这就为什么小米在做 卖手机这件事情上 我们在五年前的时候 在全国没有任何一家实体店 我们在一个人们看不见 摸不着的思维空间里 开了这么一家店 而且每星期二中午12点 定点开放购买一次 假设我说 这周二我会给所有的新客户 一个coupon 这周二来的人一定是新客户 我说下周二 我要给所有来买手机的人 送一个手机套 下周一定来的都是老客户 所以你看看 这个时候商家似乎有了 第一次有了 像上帝一样的感觉 就是我让你几点来 你就几点来买东西 我让你什么人来 就什么人来买东西 而且我在实体空间里 没有任何一家店 这是移动互联网 打穿了时空关系以后 给我们带来的 巨大的商业机会 好 那第三个互联网时段是什么呢 是IoT时代 就是智能物联时代 我们在13年的上半年的时候 我们认为我们看到了 这个新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 任何一个电子设备 或者电器 都有可能像手机一样 有电脑的属性 可以相互联接 他们可以为 用手机来控制 他们可以完成互联互通 这里边一定会有 巨大的商业机会 而这个商业机会 远远会大于 移动互联网时代 跟我们这个时代的机会 因为移动互联网时代 我觉得可能有 全球大概应该有几亿个 这样的手机联网 但是在IoT时代 可能会几百亿的 这个联网的设备 所以它带来的数据 带来的这种机会 远远地要大于 互联网的第二个时代 智能互联时代 我们在过去的两年里 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解决了互联互通 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努力 让所有的设备都能相连 大家看到 你今天可能用的 净化器是联网的 电扇是联网的 你的手表可能是联网的 所以我们把 IoT时代 大概分成两段 第一段 就是我们前两年 在解决的问题 是实现互联互通 我们希望有一天 所有这些设备 都是相连的 所有这些设备 都可能会 用手机来控制 它们可以相互反应 第二个阶段 也就是从今年开始 我觉得这个阶段 从今年的上半年 开始明显起来 从今年开始 大概会在 接下来的三五年的时间里 所有这些设备 都开始实现智能化 所谓就是AI时代 这些设备 除了互联互通以外 它可以学习 它越来越知道 你怎么用它 它通过大数据 大数据的统计 越来越知道 该怎么对你的使用 进行反馈 它们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为你提供的服务 这是未来几年里 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IoT的第二个阶段 人工智能时代 在 小米在第三年的时候 我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就是 他们说 德哥德哥 你说小米这样一家公司 是不是发展得太快了 认为任何一个公司太快了 都没有什么好处你知道 小米的第一个财年是136亿 第二个财年是 我印象里应该是314亿 第三个财年大概是714亿左右 第四个是780亿左右 抱歉 这个数字 虽然我们短短了几年 但是每一年 在我看来都过了很多年了 你知道 因为这个速度太快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回答大家说 一个公司速度太快了以后 是不是有问题 所以我跟这个兄弟讲 我说好 我带领你回顾一下公司史 就是早年的AT&T 70年独领风噪 没有人能够挑战它 后来它被IBM超过了 20年后微软上来了 10年后 Google上来了 4年后Facebook起来了 所以今天所有的公司的 发展速度是加速度的 越来越快的 我跟他讲 传统的公司 你看上去大概像一棵松树 它一点一点地长大 大概要需要50年到100年 而今天互联网环境下的公司 看上去大概像竹子 叶春雨 只要给它一个机会 只要给它一个环境 它可以迅速地长成 一家中等规模的公司 好 那问题来了 很多人都会说 这竹子是有风险的 因为一棵竹子的生命周期 是很短的 南方的同学应该知道 一棵竹子很难存活的 但是竹子一旦形成了树林以后 竹林以后 它的生命力是非常旺盛的 它下面盘根错节 这个长起来 这个长 所以竹子的生命力是非常强的 它能完成自我的新陈代谢 所以小米在2013年的下半年的时候 提出说 我们要找我们自己的竹损 我们要用生态链的方式 用投资的方式 来发现那些新兴的创业公司 我们投资它 我们找到自己的竹损 我们把小米整体变成一个竹林式的公司 它可以自己完成新陈代谢 它跟传统公司的不同 它不是像松树一样的公司 因为松树一样的公司有的时候 当它遇到巨大的拐点的时候 它可能轰然倒下了 你知道 摩托和诺基亚放弃它的一些 某一些领域的业务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两年前我们用 全部用工程师组成了一个投资团队 用工程师做投资 这个事情有好处有坏处 坏处是说 一上来我先要让这些兄弟们 战胜他内心中的障碍 因为很多兄弟问我说 德哥那些投资人都是在国贸上班的 都住在至少像柏越这样的酒店里的 他说你看我们这些屌丝工程师 我们能做好投资吗 我跟他讲你知道传统的投资人 这里没有投资人对吧 十个里面有九个都是loser你知道吗 十个投资项目里有九个都是失败的 所以我要告诉他们 投资人未必是那么高大上的 如果在座有投资人的话 你们一定是那百分之十里的你知道吗 第二个是说 这些工程师他看项目 跟投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投资人是看数字的 而工程师是看产品的 他们看到这个产品就知道 这个产品背后的技术是不是靠谱 他们通过跟这个团队沟通 他发现这个团队的战略是不是靠谱 所以工程师做投资 是有他先天的优越性的 所以我们组了一个 二十个工程师组成的团队来做投资 刚才大家看到那个成绩 就是这二十个人做的 他们在两年里面投了五十五家公司 每十五天干一家 我们大概会关注哪些领域呢 以手机为中心 我们会关注手机周边 因为我们认为 手机周边产品 大概是手机消费的一个红利 一家公司一年能卖几千万只手机 如果我卖耳机的话 我一定能卖一千万只 我卖移动电源的话 我一定能卖两千万只 这是一个手机消费的红利 这是大车产品 所以这是一个领域 手机周边 第二个是智能白电 我们觉得下一代的家用电器 一定是智能化的 一定是可以联网的 这个巨大的消费升级一定 这个过程中一定会催生起 巨大的智能白电公司的 所以我们第二个领域是智能白电 你看到的小米的净化器 净水器 小米的电扇 未来你会看到小米的更多产品 都是属于这个领域 第三个是个人短途交通 小米不做汽车 但是我们会非常关注 你一个人每天从家里出来 用什么方式到达公司 从家里出来用什么方式到达菜场 所以个人短途交通 再有一个就是优质的制造资源 在过去的几年里 中国的优质制造资源 他们的价值被远远地低估掉 因为中国是个制造大国 但不是个强国 优质制造工厂很少 但这些仅有的优质工厂 它的价值被远远地低估 我们去很多工厂 它的估值就跟它的净资产差不多 所以这是一个领域 再有就是极客库丸 你们看到小米坐的无人机 小米的平衡车 所有这些年轻人关心的东西 关心的领域 这也是我们投资所关注的 最后一个领域 就是生活方式类的 你知道中国 在生活方式产品 为什么被我们重视 因为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里 整个社会解决一个主旋律 过去三十年的主旋律是什么呢 是稀缺 在座都很年轻 有的记忆你们可能不知道 在我们小的时候你知道 整个这个社会是物质匮乏的社会 我们用了三十年的时间 来解决稀缺这件事情 什么都缺 物质缺 钱缺 时间缺 精力缺 价值观缺 什么都是缺失的 有钱都不知道怎么花 因为什么都缺 我甚至不知道该买什么 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好东西 人们看到第一次喇叭扣出现的时候 人们觉得这是异类 第一次喇叭镜出现的时候觉得 这是异类 你们可能都不知道什么叫喇叭镜 你们太年轻 所以我们过去三十年 解决的一个主旋律是 稀缺 今天我们仿佛 到达了一个拐点 在未来十年里 整个中国市场的主旋律 应该是消费 就是你会看到 所有跟消费相关的东西 都会有巨大的机会是市场 中国有14亿人 哪怕有三分之一的人 它的消费能力跟美国一样 你看看中国有多大的消费市场 这是个巨大市场 我投了一家做毛巾的小团队 很多人都问我说 德哥你干嘛投一个做毛巾的呢 又不是高科技 我在网上试了试卖毛巾 被很多人 很多不理解小米的人会问 小米为什么有毛巾呢 姑且不说我们投的是一家 高科技的毛巾产品 你知道它做到日本毛巾的水准 德国毛巾的抗军水平 更重要的是说毛巾在中国会有巨大的机会 你不要小看这么小小的一款产品 中国人平均每年用两条毛巾 美国人用13到15条毛巾 中间至少差10条毛巾 这10条毛巾都会在未来的实验里解决掉 13亿人14亿人 每年多用10条毛巾 你算一算多大的市场 那么过去我们为什么看不起一个毛巾的呢 你知道吗 假设我跟你说 我就在街道一个毛巾厂工作 你一定看不起我 那是因为过去这个巨大的市场 它被绝对洗分掉了 它的门槛太低了 中国可能有十几万家做毛巾的厂 每家都很小 你想想如果有一天 有一家毛巾厂 一家毛巾公司 它占有中国毛巾的20% 30% 40%的市场 它是比优衣库还大的企业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 中国未来的十年是一个消费的十年 所有跟消费相关的东西都有巨大的机会 电影 儿童用品 母婴用品 个人消费 家庭装饰 耗财 这是个巨大的事情 但是刚才我讲了 我们自己做不了这些事情 因为这些事情 涉及的行业太广泛了 我们还要专注把手机和电视做好 所以我们启动了 用生态链的模式 通过投资 投资这些创业公司 兄弟们一起干 我们通过投资的方式 建立双方的利益一致性 就是第一 我投资 第二 我绝对不控股 这样的话 这个公司做成了 都是兄弟们你的 所以用这种方式 建立了大家的一致性 而且在合作的过程中 我觉得小米跟他们互为放大器的 就是这个生态链公司 做好一款产品 我们来帮它marketing好 我们来帮它销售好 我们来帮它把生态链 把这个供应链履顺 我们帮它把投资这些解决好 小米这个平台 就像我们生态链公司的一个放大器 我们帮忙这个小公司 用一年的时间里迅速地在行业取得领先 迅速地成长为一个中等规模的公司 大家想一想 在未来小米周围有一百家这样的企业 忽然有一天 它们都是中等规模的公司 都在自己的各自的行业里有领先性 它们早晚会成为小米这家公司的放大器 所以这就是小米生态链的一个大逻辑 就是在利益一致性的基础上 大家互为放大器 刚才我讲了 未来有巨大的消费的机会 移动互联网是继传统的制造业之后 又一次享受人口红利的行当 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 我们要用好这个互联网的机会 这个移动互联网这个时代的机会 这个时代成全那些 关注80%用户需求的大行业 它不关注 它不成就neach market 你知道 所有的小行业它不成就 它成就80%人的需求 所以我们要求我们的兄弟们 做所有的产品 都要focus在80%人的需求上 去找80%人的痛点 这就是手环 我们一家在安徽的团队做的 它用了一年的时间 完成了研发 又用一年半的时间 卖掉了2000万只手环 成为全球第二大的手环公司 仅次于Feedbit 这就是它的第二代 这是我们的净化器 是华米这家公司 是智米这家公司做的 它起步的时候只有17个人 第一年就卖了100万台净化器 不要小看这100万台的数字 因为在这个领域里边 单品过30万台 就是全国第一名 而一家十几年的小公司 一年的时间 占市场的20% 这是在传统的公司上 想都不敢想的方式 想都不敢想的速度 每一个零件都美轮美奂的 在座有很多都是设计师 我建议你买一个 小米净化器 你拆了它 你看看是不是足够精致 装不回去就再买一台 在讲电饭包之前 我讲一个我们净化器上的功能 就是当你需要换绿心的时候 因为它是智能的 它是用手机遥控的 那么当它里边的sensor 发现你需要换绿心了 它会给你的app里一个提醒 说兄弟你需要换绿心了 如果你要买的话 你按一个键 明天我送到你家 大家注意 这是人类消费史上 从来没有过的体验 因为这是第一次有一个东西 比你更早发现 你需要买一个绿心 就是比你个人 更早发现你的需求 忽然有一天 我的净化器 发现你家里边的空气干燥 你知道吗 北方的环境里边 它就会提醒你说 兄弟你家的空气干燥了 这样不利健康 如果你需要买一个 加湿器的话 你按一个键 我明天送你家 你买了加湿器 加了水 没用几天 忽然我的加湿器里边的APP 又告诉你说 兄弟 你每次加的水都不够干净 我建议你加纯净水 或者你买我一个净水器 如果你喜欢的话 我明天送你家 大家看一看 在商业市场 有没有这种状态 在历史上 你买一个产品回去 你就等于买一个 自动贩卖机回家 好 我讲讲饭包 我们的饭包第一次实现了 可以用手机远程控制 针对不同的米种 有不同的加热曲线 你可以用手机来控制米饭的软硬 这也是蒸饭的历史上 从来没有过的体验 更重要的是 当我发现 你家的米吃完了的时候 我会提醒你说 兄弟 我这有大米竞价排名 你要不要 你N一下 我明天送你家 所以你看 IoT会给传统企业的产业 升级带来巨大的机会 如果我们只做一款 一个饭包的话 我无非就是一个卖锅的公司 一个卖锅的公司 是没有价值的 但是我做了IH压力包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只有我们第一次发布了 到目前还是唯一一个 我可以做IH压力饭包 它是个高科技公司 高科技公司 是不是我们的终极望想呢 依旧不是 我们再往上走一步 当所有这些锅 都可以联网的时候 我们是一家互联网公司 这些用户可以在论坛上 评价你每天的使用 在论坛上谈论 做点什么好吃的 这是一家互联网公司 当我们卖出几百万只 上千万只锅的时候 这是一家大数据公司 因为我深深地知道 哪个地区的人们 吃什么样的米 我精准地知道 哪个地方的人们 几点开饭 所以这是一家大数据公司 这是我们想终极目标呢 还不是 当有几千万个家庭 用我们的饭包的时候 我可以用饭包向你卖大米 这是一家精准的 电商渠道公司 大家知道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边 渠道是非常强权的 未来一百年我不知道 但至少未来二十年 渠道一定是强势的公司 我们小的时候 那时候还有粮电 你知道吗 那效率是很低的 后来有比粮电 效率更高的 就叫做超市 所以超市把粮电击垮了 你可以到超市去买粮食 现在有比超市效率更高的 叫网购 所以你每次拿起手机 在网上买粮食 超市的粮食也越来越少 早晚会被击垮的 但是到底谁是卖粮食 卖大米最快的渠道呢 一定是饭包嘛 同意吧 它可以直接从工厂 把大米直接卖到你家的锅里 所以高效率的渠道和商业模式 一定会击垮传统的渠道的 一定会击垮低效率的渠道的 就是这个逻辑 离人近的东西 永远干掉离人远的东西 很有趣啊 所以我想讲 我讲到这个时候 很多人都问我 说德哥 你看你们这个战略 每次想了 能够想到那么久 你们是怎么想的 你们是怎么做五年计划的呢 我说太难了 你知道 今天的互联网的高速发展 让一个公司太难做五年计划了 就像刚才安迪讲的 他们做了一款产品 突然间四十年以后 这款产品才普及开 你知道吗 如果在 我记得那是1968年 对吧 安迪 如果在1968年的时候 他们定了一个五年计划 说我们要把这款产品 如何实现 如何卖向全世界 这个公司一定死在路上了 因为四十年后这款产品 才卖到全世界就知道了 所以我们这个模式告诉大家 我们不做五年计划 就是产品是一点点演化来的 服务也是 公司也是 我们做着今天的 看着想着明天的 你问我后年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 就是我们要高速地调整自己 来适应这个市场的变化 好啊 最后我讲一下 这是小米的slogan 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 做国民企业 让人人享有科技的乐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